新闻网改版咯 论坛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小总今天在这边为大家服务 各位朋友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疫情 感觉上台湾好像疫情不太严重 告诉你死了五个人了 那前天晚上有上个 为什么一波接一波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了 其实我们把前天之前的 这一个月来 你把他看中央防疫中心的讲话 说他们里面没有病重的 大家的 呼员的情况都很好 是吗 很好怎么开始 开始就有些人 就 就是 有些人都变成这样 但是 我有时候讲新闻 我真的有时候很感慨 为什么会感慨 你知道吗 因为台湾 它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 大家对政府都很支持 因为防疫 防疫做什么都可以 他限制你的自由 限制什么 大家都没话讲 要是有人提出旨意 还会被骂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党同华裔 譬如我几个 这两天一个新闻 台湾大学 要求 中央研究院 你们里面有确诊了 这么多人 那我们的学生 常去那边上课 我们的老师 也常跟你们那边来 你们的研究员 研究员的定位就是教授 也常到我们台大来教授 我们两个地方非常密切 你们比较行动的路线 譬如说你来我们台大去哪些场所 你是不是有去餐厅 有去福利之二 那我们的人去你们那边 因为你们也有 录影带也有什么 你也要监视 我们的人 我们会交代我们去哪里 你也可以去看 这样两方面互相知道 对方的行踪 毕竟 毕竟感染的人 是你们中研院的人 中研院这个人怎么感染 各位我先提几个大家比较认同的主张 第一个就是 这个感染的人 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博士 他去美国开会 开会回来他就 因为他在美国就被感染了 回来他指导了 三个研究员 这三个也是博士 被他指导 这就是感染了 两个 那感染以后 怎么办 里面有一个 又感染给他的同纪女友 那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被感染了这么多人的话 中研院老师感染三个人 这三个人又感染一个人 中研院就四个了 对不对 中研院本身有四个人被感染 如果包括被他连带那个 那个同纪人 那个女生 就五个 但是在中研院里面至少 他的院区里面就有四个 对不对 我们现在教育部规定了 比如说我们昨天有一所学校 高中 他原来学校被停了 为什么被停 因为他有两个确诊 我们现在规定两个确诊 你就要停 三个 然后那个学校有三个确诊 那他两个确诊 他那时候就被停了 有一个确诊 那个班就不能上课了 要在家上课 记不记得 就是那一所高中 因为我每天都会经过 经过他的校文前 有一个 有一个被限制十四天 他没有得到 他同学得到嘛 他还去帮他的阿嬷卖面 记不记得 那新闻也闹很大 所以你怎么可以出去卖面 你是被隔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片集出来 相关的新闻有多少 那小董 举这个高中 因为他 他有三个确诊 我们规定两个就要确诊 中研院有四个 中研院要不要关院 不要 因为他是中研院 我请教一下 我们 我们一个机构 如果感染到 有差吗 因为你的协议比较高 你的协力比较高 你的职务比较高 所以你就可以跟我们 其他人不一样的对待 那病毒才不管你是什么 你是总统 你是查尔斯王子 跟谁得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各位 病毒是不分你什么 阶级年龄 辐射宗教了 对不对 大家都很清楚吧 所以每个人的防疫 措施都一样 昨天 以色列的总理 够大吧 叫纳坦雅胡 他发现 他办公室有个人 确诊了 他今天开始隔离十四天 隔离啊 查尔斯王子 隔离啊 这 没有恶化 和你职位没有关系嘛 现在全世界 声望最高的 全世界 声望最高的是 德国的梅克尔总理 他周边的人 感染了 他就 他不但隔离 而且他一直做 他已经做三次了 昨天做出第三次 发现他还是阴性 所以他 推文出来 跟大家讲 很感谢 但是请德国人 要做好防疫 德国现在死亡 非常多啊 他讲德国是欧洲 最先进 最 最进步 最严谨的国家 怎么会这样 是 因为你 很多那个没有经验的 都会有一些漏洞 台湾为什么 比较成功 其实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百分之八九十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不是陈时中厉害 后谁厉害 而是台湾 十七年前 我们得过SARS 每个人有SARS里面 那种风声鹤唳 死亡临头的那种 那种警戒心 我老实讲 对台湾最有利的 就是我们有 全民有这个心 那很多人没有 所以你看现在违反了 违反了 譬如说从欧美回来的 这些都二三十岁 有没有发现 他们比较不怕 他照样到夜店 他照样说 我现在想喝个优肉乳 我就去超商买优肉乳 对不对 优格 都年轻了 都是欧美 这些回来的 这些人年纪差不多怎么样 我告诉你 就是五年前 太阳花 那个世代 大家想就知道 天不怕地不怕 我被抓到了 我看有很多人被划十万 二十万 有人划一百万 三十万 那年轻人 你划他 他也不在乎 为什么不在乎 因为他不用出钱 他爸爸要出钱 不是他的 他们到欧美国家 去读书去干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们先前为什么黄毅做那么好 因为整个社会的氛围 然后多数的人 多数的人怎么样 我们 我们有警戒心嘛 所以当政府 我们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看政府的广告 政府的广告 因为我有把它下载下来 请医生告诉我们 做捷印 做公车 做计程车 都不用戴口罩 我在节目 大骂 荒唐 乱七八糟 不要遵守他 我是公开跟他对干 政府的广告 我们现在政府广告是可以 增掉你所有媒体 譬如说你在 你这节目很受欢迎 我要增掉两分钟 我要播一个广告 各位看很多广告 政府不出钱 我不出钱 我有法令 我要求增用 他现在就这样 就是跟战争的时候一样 我要用 小董你的电台 很受欢迎 你刚骂我 我们要增你这两分钟 来做一个广告 他可以这样 但是因为你讲的是不对的 怎么可以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他口罩不过 他口罩不过 一直告诉你说 不戴口罩很安全 老百姓多数不相信他 一个口罩 我戴在脸上 我觉得比较安全 我听你在讲鬼话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正午 叫大家不要戴口罩的时候 我们还继续戴 我们的感染力很低 那大家都知道 勤于洗手 戴口罩 现在有没有比两个礼拜前更严 绝对有的啦 我老实讲 现在除了年轻人 有些不太怕 其实多数人很怕 譬如说我现在去电视台录影 或到我们电台 你进来一下 那先量额温啊 我们到很多机关 你没有戴口罩进不去耶 不能进来耶 我们到任何一个机关 一定先低个量体温 有时候是体温机 你经过他会量 有时候是额温枪 你进来 就跟你量 你看昨天有个银行被抢 这台图哪 M16的步枪进去 这个是 这个M16步枪是很强的 非常强 他一进去开了六枪 先开六枪 有一枪打中保钱 保钱怎么被打到 保钱正在帮客人量 量体温啊 我们平常 你一进去 保钱又看着你 看你是不是坏蛋 看你身上有没有 譬如说有很多人 现在都戴口罩嘛 很多人戴口罩又戴安全帽 戴安全帽不行 以前戴口罩进去银行也不行 那现在呢 现在因为都在防疫啊 你也不能说 你不能戴口罩进银行 你进银行脸懵着 很多人就是要抢 就是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来抢银行嘛 过去很多这样 那现在的 现在你不戴口罩 大家才会觉得奇怪 那你进来 我们现在量量体温的是谁 银行他也不愿意增加人手啊 他就叫保钱去帮很多人量体温 现在很多警察 很多机关的警察 在帮人家量体温 那其量体温要靠很近 所以那时候徐国勇 为什么会讲说 我们现在不撤酒架 要撤酒架 我要吻你有没有 有没有酒精味啊 我要从哪里吻 从嘴巴吻啊 那当然现在我们很多是用 用一根那个酒测棒 那酒测棒即使你跟他 不用像过去 用鼻子去闻他的嘴巴 那记忆还是很近啊 还是会被感染 因为现在口沫 你讲个话啦 1到1.5公尺 还是会传染到 口沫就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 他的情况真的就是这样 那小董 其实我今天非常感慨 就是我们 整个防疫 大家这么努力 这么打兵 我们其实不能有任何的破洞 我们现在 大家看到最近的死亡率高 最近的 确诊率高 确诊率来自海外 死亡率 主要也是海外 他主要还不是 因为我们这些本 我们当然 比如说案34 他已经 他过世了 他感染给一个清洁服 感染给两个 感染给两个护士 那当然也感染给他女儿 各位看 这个人就案34 那他也过世了 那 大家看到了 其实过世的人 很多人就会被强调 说他原来有慢性病 有癌症 有什么 所以他就死了 那要是没有的 没有我们就去找看他 有没有什么 譬如说 大家记得这两天 前天发布 那个 前天晚上发布 突然发布 因为一般我们 中央疫情中心 都开一次记者会 就是下午两点 晚上如果开 他特别 一定有特别的情况 才会开 晚上一般来讲 那天晚上开 今天 前天晚上 有个人够事 那时候是第三案 他讲说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是一个领队 领队就是带团 我们这一团 比如说有20个 20个人去旅游 里面有个领队 那领队呢 领队负责跟 就是我们这一队 推出一个班长 这个领队 那负责 跟导游或地培打交道 导游就要介绍导览 帮你办所有针线 领队还未必要被办 但是你要透过领队 领队认识所有人 导游刚上来 不一定认识 所以 他的对口单位 就是导游 那这领队 过世了 四十几岁 大家讲 他怎么会过世 四十几岁啊 他不是老年人啊 后来 他也没什么慢性病 而且他从头到尾 没有被政府 任何一次开 中央疫情中心的记者会 说他是一个危险的 他确诊以后 我们还认为他不危险 这个人就被疏漏掉了 我老实讲 因为他从来没有在我们危险的名单里面 然后突然就死了 然后就开始找 他平常身体也很好啊 没有癌症啊 没有慢性病啊 什么都没有啊 他的朋友 接受房文处来讲 他完全没有什么毛病 身体很壮啊 后来就说 他太胖了 现在胖也变成一个危险的因素了 各位 我不以为难啦 因为我们现在要 要证明这些死的人 都有他该死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 故意去找他 譬如说 昨天发布 其实前天死了 说他有癌症历史 有癌症历史就死了 所以他确诊了 就容易死 对不对 我们就用这些东西 周遭去抓 抓东抓西 那你讲了 你讲的 讲多了就没有公信力嘛 前面那些死了 你都 你都说有慢性病 有糖尿病 有什么 对不对 好像你有这些慢性病 糖尿病 癌症 癌症的 的那个 的因子 所以 你 你就会死 但是 你今天看到了 其实 这在我们来讲 他其实就是一个疏失 那这疏失 当然现在政府不敢讲 那现在媒体 大家来讲政府 因为我们现在 最幸运的是什么 我们 我们台湾最幸运就是 第一个 我们十七年前 有SARS经验 第二个就是因为 民进党在执政 民进党在执政 因为媒体 百分之八九十都听民进党 谁都讲好 那如果是马航九执政 我告诉你 现在媒体都唱完调 政府这个不对 不准这样 大家想想看 杨志良当卫生署长的时候 马航九当总统 那时候新流感大流行 全世界大流行 绿色媒体 那些电视 那些争论节目 还有那些报纸 天天叫大家 马航九提供了这个免费的 疫苗不要打 有毒哦 真的很多人没有去打 你知道吗 我讲大家记得吧 大家忘了那个过程 不该死的 死了多少人 里面还有医生 医生因为 非常强烈的反马航九 因为他是强烈的台独派 他不打 这个有毒 全世界的疫苗 你有时候看 全世界没有一种疫苗 你打下去 百分之百不会感染 全世界也没有一种疫苗 你打下去 不会 百分之百没有副作用 没有办法 全世界没有这样 但全世界每个国家 为了防止某些疾病 都会去发展疫苗 我们现在 新冠病毒 各位朋友 很清楚 全世界都在发展疫苗 我们的 国家队 中研院 然后国卫院 国家卫生研究院 他是属于 属于我们科技部的 然后还有好几手大学 大家都在发展疫苗 那你发展疫苗干嘛 发展疫苗就是将来 因为他如果这个病 将来成为 每年或者两三年流行一次 那干脆在很多人身上 中了疫苗 中疫苗你就不会感染嘛 对不对 我们过去有天花 现在不会有啊 我们过去 山麻一风 对不对 什么德国麻疹 小朋友会得 我前面 从小就把你住了 那现在很多 很多女生 读国中的时候 镇武 就会要求 因为这是地方镇武 很多就会做 国中女生 全部 免费帮你住 子宫 子宫癌的疫苗 打了以后 你比较不会得子宫癌 但是你会不会得呢 以前可能百分之 二三十会得 现在可能变百分之 二到三 或百分之一会得 你的感染力 就会比较低啊 全世界都这样啊 全世界都在发展疫苗啊 马航九时代 请大家打疫苗 那时候疫苗 其实是有效的啦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有效啊 那有一个医生 他儿子时 他就到处空宿 我儿子就是打这个疫苗 到处空宿 然后直接利盈的媒体 就跟他做到 这个疫苗有毒啊 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人就真的不替打 他这个儿子是怎么死的 他这个儿子到泰国被感染 也被爬虫类感染了 他医生不相信 他到现在都不相信 你知道吗 后来 他这个 把相关的那个 送去美国 因为台湾做他不相信 台湾做他 结果跟美国做的是一样 你的儿子在 泰国时候被感染 各位朋友如果对这个案子 有刑激 你可以Google 去搜寻 那我讲这个 我不是要谴责任何人 但我要谴责就是利盈的媒体 他们那种没有人性 因为我就是反对 马上九 我们就是大台独 独派 所以只要是国民党执政 国民党做什么都是错的 国民党的做法 跟民党一样的防疫方式 国民党是错的 民党永远是对的 你今天看到这些名嘴 各位很多 这些名嘴现在很多 都在49台 50台 53台 54台 这四个台当然是 台湾的台独台 不用讲 他是台独台 各位我讲的就很清楚了 一电视 连带 民事跟三立 这些都是台独电视台 那些名嘴很多 当年都是在鼓锤 不要打疫苗 台湾燕王死了 有一百多个人 有一百多个人 我前几天碰到一个院长 他也是破口答 因为他开始没有 因为他过去也是做防疫 做得很认真 我跟他讲说 因为我刚提到我的观点 我说还好是民进党执政 民党执政媒体 就会全力相挺 国民党执政 他们就不问是非的不停 然后天天扯后腿 那他说 他也很气 他是国内非常有名的 一个防疫的 而且在SARS期间 表现非常优秀的 他真的是非常气 那一百多个人都白死了 如果家属要找人算账 应该去找这些电视台 跟这些报纸 那这种垃圾报纸 跟电视台 大家心知肚明是谁 各位朋友 台湾有什么是非 还是台湾只有统独 我们只有统独来决定是非 来决定对错 各位 我讲 现在台湾最幸运的是因为民进党执政 因为民党执政的时候 媒体不会反对 就这样 这两个例子 其实他是非常鲜明的 那你说这些防疫人员有何不同 没有不同 马上九那时候 叫大家赶快去打疫苗 也是张上纯啊 张上纯其实是没有什么统 统独没有什么难力 他完全不明显 从来没有看他表现过嘛 在马上九当总统 他也是 他因为他是流行病的专家 台大的啊 他也是出来叫大家赶快打啊 对不对 那他现在 现在张上纯其实本来也没什么争议 是因为他儿子 也是台大医生出国嘛 现在他讲 哦你看 哦大家要下来 然后他就被归为例的 因为他现在的阵务是 陈时中的阵务 是苏贞昌蔡英文的阵务 张上纯就被归为例的 张上纯没有颜色啊 他在马上九时代 他也是鼓励大家 一定要出来打疫苗啊 他在SARS期间 张上纯跟黄利明 两个台大的明教授明医 他们也是全力奉献啊 他并没有因为马上九当总统 我是例的或怎么样 他不是例的啊 他就要出来救命啊 各位朋友 我讲哦 你有时候看 很多医生哦 然后他们 医生 当然台湾的医生 多数是亲历啦 这不用讲 但是 但是哦 很多医生哦 就是说 我的 我存在的医义 我工作职业的医义 我的职业的医义 就是我要救人 我是医生嘛 我要把你有危险的情况 我要把他救回来 这是一个医生最主要的 那你就不要分难力嘛 对不对 你看昨天 好不遵过事啊 他讲说 李登辉呢 李登辉在龙总 龙总大家都知道是金医院嘛 金医院很多是外省人 医生很多也是外省人 对不对 他是退厨医 官兵 退伍委员会的首属的农民总医院嘛 他就叫农民总医院 医生病人很多是老鹅啊 对不对 是谁在保李登辉的病 李登辉过去只去台大 为什么这十几年来 一定要去农总 台大的台独医生都啊 李登辉为什么不去 他为什么要到一个 被认为比较外省人 比较统派的医院去看 而且在这边保住了病 各位知道李登辉心脏装了 七根支架 李登辉大肠癌 已经六七年以上了 一般人癌症 你要是我们称作这个癌症 我们把它治好或怎么样 我们称作五年啊 对不对 李登辉大肠癌 那么久也没事 你看足够量就过世了 大肠癌 所以他们把李登辉照顾得好好的 我不是说三种 没有把郝伯尊治得好 一定有也是全力相救 但是我要讲 我在讲的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要告诉你所有的医生 基本上他都会救人家的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虽然知道 他可能有痛或有毒 那他救人他还是要救啊 所以我就很感慨 因为我非常清楚 张尚淳在马航九当总统时代 他也是欠大家一定要去打疫苗 打疫苗你罹患的机会就少嘛 各位 去年的流感 晚了一个月打 为什么 这蔡英文政府啊 陈时中当卫护部长 为什么 有国外的疫苗不够啊 他们是不是鼓励大家打疫苗 是啊 流感啊 流感 同样 这次的流感 美国死很多人啊 大家 大家看美国死了 对不对 数十万 十几万有吧 然后 本来大家讲说 三万四万 后来我这 哇 现在已经十几万了 那但是 他里面有多少病 是跟流感有关 或不是有关 不晓得 因为很多 就把他寄到流感身上 所以实际上数字 是不是有这么多 未必 因为很多人讲说 里面搞不好很多 就是新冠病毒的 因为很类似嘛 但是不管如何 你看各国哪一个 不是鼓励打疫苗 疫苗打了以后 你身上就有抵抗力 就比较免疫 有些人完全免疫 有些人比较 稍稍免疫 有些人有副作用 有副作用的人 少之又少 但是会有啊 他有个百分比啊 那有人打下去 可能不是 甚至就过世了 会有啊 可能百万人里面 可能有一个这样 那因为每个人的体质 不一定完全一样 所以你说 你看 打了第一百万个 你看有一个死了 你看 不能再打了 你要不要打 你要不要就其他的 九百九十万个 九十九 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你要不要就 还是要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 四四而非 我有时候看得很难够了 就看得很难够 那我们有时候讲 有这么多的病 现在疫苗未来都 已经打了都混乱不堪 你不打是在惩罚自己 不会惩罚到政府了 我老实讲 你不打 你不打 你感染的机率非常高嘛 那你造成的影响 可能你就死掉了 或者你中病了 你就惩罚自己 惩罚自己的家人嘛 对政府来讲 我给你打免费疫苗 你还闲东闲西 如果是马航九时代 的确是马上就免费给你打疫苗 你闲东闲西 说他是有毒的 打了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这是那时候整个立营的电视台 名嘴 还有那些报纸 还有那些电台 每天在里面嘛 各位有哪一样是事实 有哪一样是事实 你今天再来看 因为已经没有人检讨了 但我告诉你 台湾的不公平 你从媒体里面就看得最清楚 对不对 民进党做什么都可以 都是对的 这就是台湾的媒体 我有时候真感慨 等一下回来 我继续来开骂吧 马上回来